好 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在目前 中东和北非地区已经有美军的基础上 再部署1500人 此举将导致风险的上升 何方希望美方在伊朗问题上 能够听取理智的声音 针对伊朗提出与海湾邻国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是拉夫罗夫表示 何方认为伊朗的提议是正确的 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或许是缓解紧张局势的第一步 伊朗这题与俄方 关于促进海湾地区安全的倡议相吻合